有請節目主持人 趙斯蘭 謝謝 謝謝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謝謝大家 歡迎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走進天津味噬的大型情感節目 愛情保衛戰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請拿出手機 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愛情保衛戰的官微 即可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參與我們的情感在線互動 同樣還是用您的手機 打開手機微信 搖一搖進入搖電視 找到愛情保衛戰的互動頁面 精美好禮等您來拿 愛情保衛戰的官方圖書 愛情保衛戰 保衛你的愛情 正在全國的各大新華書店 以及當當京東淘寶網上熱銷 我們感謝觀眾朋友們的大力支持 這個月的20號的上午10點鐘 愛情保衛戰的欄目組 將在天津圖大廈舉行簽售會 我 土壘 陸齊 余季進 我們一起等待大家的到來 詳情請觀眾朋友們 關注天津卫視和愛情保衛戰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 來 我們認識一下 今天請到的幾位老師 他們分別是著名的節目主持人 岩品宏 岩老師 歡迎岩老師 大家的老朋友 來自華裔家群的高級副總裁 曲偉 曲老師 歡迎曲老師 還有你們的愛情導師 圖壘 圖老師 歡迎圖老師 好了 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對嘉賓朋友 在情感道路上 遭遇了怎樣的困惑 各位請看 我們結婚有三年時間了 我覺得她對家庭不管不顧 對我也沒有一句實話 我特別想知道她心裡真實的想法 我想知道她到底還想不想過 現在我一個一代孩子對得太累了 我想讓她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今天是一個妻子要在這個現場 尋找一個答案 她能要到她心裡所想的答案嗎 掌聲有請這一對 有請 男嘉賓張先生42歲 來自陝西個體 女嘉賓趙女士37歲 來自陝西無業 來 有請 有請兩位 有請 歡迎兩位 孩子多大 快一歲我哥半月了 結婚三年是吧 男孩女孩 女孩 你想問她什麼你問吧 就是我沒事經燃介紹人士的 我對她要求也不高 我就想著找一個人踏踏實實過日子 我不喜歡找別人要錢 今年之後 反正我也上了班 我也不花家裡錢 所以也不存在什麼問題 然後15年之後我再沒有上班 發現懷孕了 我就回我媽那兒 從那開始她就和之前不一樣了 怎麼了 她從來不管家裡 我一說小艾要用錢 她就說那沒錢 都有錢再說 我說那你要是有本事 讓她別找 等到你有錢再找 我就不問你了 這是你說的話嗎 然後是她借出的錢要不回來 她幹活的錢要不回來 我不能問她 行 我問問啊 您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是搞建築的 現在家裡沒錢了 現在外面的賬要不回來 你欠別人的錢嗎 也欠一點 你欠人多少錢 12萬左右 別人欠你多少錢 15萬 那你如果把那15萬要回來的話 你們倆是個什麼狀況 如果要回來 家庭能好過一點 三年她給家裡交了多少錢 沒多少 她錢錢 沒多少是多少 應該是總共有一萬多吧 包括還賬 也就是說到現在 你一共掙了一萬多 是這意思嗎 這兩年 就是這兩年 是還是不是嘛 沒關係 你們夫妻之間有什麼呀 掙的不只一萬多 但是自己還有其他的開銷 這開銷你跟她商量過嗎 有時候跟她商量 有時候不商量 你知道這些錢 沒商量 去哪兒了嗎 從來沒商量 她之前要錢的時候 會跟我說 之後就不說 她把我借給她 用工程的錢 她幫別人去還 還懷賬 還有別人沒錢生活 她把錢借出去 我是後來才知道的 因為有些事情跟她商量 她的脾氣比較大 我之前沒給你發過 好吧 你每一次要錢我都給你 我給你脾氣過沒有 我只有你要啥 我給你啥 你肯定有態度好 我暈倒在你個眼邊 我看了沒看你 我第一次暈倒的時候 孩子可能剛半歲左右 剛會做 男生在地上放著我 玩腰去抱的時候 我暈倒了 孩子在我身邊 吃了我頭髮 使勁吃了使勁 他那天在家呢 走來走去 沒看我一手 到最後過了很長時間了 他說是你要睡覺 進房間去睡 怎麼能這樣子睡覺 我都不相信你四十歲的人 看不清我那事在睡覺 是不是 好 然後第二次是 去年十一月份的時候 之前是孩子拉肚子 又吐又拉好幾天 然後後來我也是 又吐又拉 那天半夜 我起來 這樣在這的時候 我暈倒了 最後是東想的 我起不來 最後我就一直叫他 叫他他才出來的 我都不相信你聽不見 他的衛生間 因為門關著 我在外面客廳 我肯定不知道 衛生間每日開著的 這不重要啊 他為什麼老暈倒啊 他因為他有瓶血 陪他看過大夫 看過 我還想問 你今天來幹嘛 我就想知道 他到底咋想的 然後我從來一句實話 唯不出來 我就想上這個節目 讓他把他的實話說出來 好 不管你有啥想法 不管因為有委屈 你說出來 你把他的謊話給我們列出來 我們來一個一個地問他 好不好 第一個謊言 你覺得是什麼 錢去哪了 包括他的賬也不對 別人欠他的錢 不止15萬 好 但他借出 他欠別的多錢 我不知道 為什麼在經濟上 不跟老婆交實底 因為每次跟他說的時候 他 好 今天保證他不發火 你把他說出來 他總說我那個火啊 包的就是賬對不上 因為當時我們簽了活動 他也知道 他也去了 跟他一塊兒簽的活動 當時我的文化低 別人摳了個字眼 我少散了十幾萬 就存在這 現在賬對不上 是實話嗎 不是15萬 光他老鄉借他七萬多 還有那個 14年那個老闆 到現在一費錢 沒給他付 當時有個七萬多的 一個欠條 還有後面借了這幾個工程款 還沒接完 那是多少錢 不知道 工程款我不知道多少錢 不是 你又不知道多少錢 你又說他說謊話 這不是僵局嗎 但是工程款就是他 我問他 如他一說老闆沒給他錢 所以說現在到底 別人給了他多少 還欠他多少我不知道 所以說你們倆這個經濟賬 首先算不清楚 我們放在一邊 第二個方向他向你撒謊的是什麼 告訴我 他自己兜了有錢 他告訴我他沒錢 還是錢 好 除了錢之外 還有什麼對你撒謊的呢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的問題 就是因為錢引起來的 說說 就包括我和小孩生病了 他都不吭聲走了 也不打電話一走十幾天 不打電話不發信息 為什麼 主要是有兩回 他非常生氣 我回去跟他說 他對我又打又罵 你動過手跟他 動過 為什麼 那時候我忘了 是一位孩子身邊 還是一位買吃的 然後我為他要錢的時候 他說他沒有 他讓我隨便 我哎 幹啥幹啥 我當時就特別生氣 我就踢毯了 然後他準備打我 算是我都抬起來 拽著拳頭 然後我抱著孩子 孩子挖得一聲哭了 他這件手就挺到空中了 第二次是為什麼打 第二次就是去年11月份那一次 孩子病了幾天了 我那天也起不來了 然後我給他打電話說 他開始說是 他馬上回來 我說那你記得 借點錢回來 要不行就給孩子看好幾天了 他說行 結果到下午還沒回來 我打電話 他說他回不來 還要幾個小時 到晚上天黑以後才回來 我為他借到多少錢 他說沒借到 後來又說借到不多 始終不說借了多少 然後說我不應該給他打電話 叫他回來 然後你呢 然後我就把東西扔過去了 但是沒砸住他 哦 你為什麼嫁給他 我們是屬於 也是別人介紹的 嗯 談了多久 然後 也算閃婚 多快閃的 半年 為什麼這麼快 當時也是考慮年齡大了 不想家裡整天催我 我就說早過日子 就是實在在 我啥都沒出他的 我沒事冷婚 哦 我結婚也啥都沒買 當時我們見面的時候 也沒什麼感覺 我也給他說過 但是後來結婚 沒感覺幹嘛結婚 不管怎樣自己選擇的 所以就是他後來說包活呀幹什麼 我覺得他有這個能力嘛 也是為了日子過好嘛 我說我能出上什麼力就出什麼力吧 目的都是一樣的 但是最後我不知道 挣來的錢都給別人了 我還餵不出來 我來問他啊 當初為什麼娶她呀 對她印象挺好的 印象好啊 另外就是剛開始 她也對我也挺好的 她不太挑你 對吧 嗯 她算是別人給你介紹的女性裡面 對你比較好的 對吧 對 不太計較你的經濟條件的一類 是不是 是 你是不是覺得娶她 還挺幸福的當時 剛開始有這種感覺 剛開始有 現在還覺得幸福嗎 現在畢竟有小孩了 不用說拿小孩說事 現在還幸福嗎 現在反正有 沒那種感覺 你還想跟她過嗎 想 你覺得你們倆感情有問題嗎 有 問題出在哪了 反正 他們家裡人啊 一直都瞧不起我 嗯 我這聽起來基本家裡 按你的說法 就接不開鍋了是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反正沒錢就是我接 即使這樣你還把錢借給別人 他借給他老鄉 還有他親戚 嗯 借了一部分 那為什麼自己家都這麼難了 還要把錢借給別人 我借這個錢 之前那都是三年錢的 就是借給別人 那你借給陳小龍 還信用卡的事呢 那 你承的人是幹嘛的呀 他表弟 他不光錢上撒謊 他態度上也不對 好 有啥事他從來不管你 你沒錢你連一句關心話都沒有 什麼叫我家也看不起你 我家從頭到尾哪次看不起你 我爸我媽過來照顧我說 背著菜帶著錢過來白幹活 你回來了 趕快下樓去買東西 給你做飯吃 什麼叫我家也看不起你 我媽為了蒸三十塊錢 幫別人打枣衛生 拉去整理出來 你拉去賣的 到現在那錢賣了多少 哪怕賣一塊錢的 你有句話呢 你還想過嗎 我殺掉我家也瞧不起你 你還想過嗎 想 打算怎麼過呀 你和佛佛掙錢 你信他嗎 不信 他掙了錢不是給誰了 不信 離了婚算了吧 對 我就是這意思 那今天來幹嘛呢 我想知道他的想法 你想知道他什麼想法呀 真實的想法 人家不是真實想跟你過嗎 真實想過不是拿嘴說的 他之前也說他過他掙錢 掙了錢給誰了 我餵不出來 你這幾年到底是這個 工程做的不好啊 還是錢亂花了 你跟我們說句實話 錢都沒爛花 都用到工程上 全用到工程上 當孩子 用他的話說 都沒飯吃了 他問你要錢給孩子買腐蚀 或者買好吃的東西的時候 你做爹了拿不出這個錢 你心裡難受不 你跟我說 他說的我不是完全沒給 你回答我問題 你難受不 難受 現在你們還住在一起嗎 在一起 但是他去年一年幾乎不在家 那他幹嘛去了 所有的今日都沒在家 那你幹嘛去了 在工程上忙 那你忙錢呢 因為我去年是抱的小活活不大 之前安顧給他說不保活 他答應了 但是最後他又保活 我說你別保 你打算什麼時候付出 暫時因為要帶孩子 我不知道 除非找一個能帶著他的工作 那還有一段時期是吧 那你能回家帶娃不 他不行 他帶兩飛龍蛙就回出生 他把娃往那一哥 他自己進房間 每一關打電話玩手機 然後危險的地方 我要是搶掉的話 他偏偏把我帶到危險的地方去 不搶掉還好一點 越搶掉他越能做 比如說什麼地方 因為為了怕小孩掉下 我把床靠到窗戶底下了 小孩會上床 然後上到窗戶上 我們那租的房子 窗戶沒有互來 他會趴到那窗戶上 直接拍玻璃 又比較危險 我就不帶他到那邊去 我給他說不要帶窗戶來 讓他每次小孩 光著腳踩到那個 踩到那個紙片上面拍窗戶 他在旁邊看手機 而話我說他 他就把門一關 是嗎 沒有 有時候小孩上去 就一會兒 我再跟前面招呼著 根本不存在那種危險 像他說的 前幾天 我在廚房做飯呢 他看孩子呢 然後孩子從電視鍋上掉下了 聽著孩子哭聲不對 我出來一抱 滿嘴都是血 我給他一擦舌 頭上嘴上好幾個口子 我為他咋回事 他說就那麼高一點嗎 說什麼說 是還是不是 小孩是從那個電視鍋 你不心疼啊 我咋心疼啊 他流血你都不知道啊 剛開始孩子下來 他抱著 我過去說 明明是我從你手裡 把娃接過來 啥叫我抱著 我從廚房過來 從你手裡接著 我問問啊 你跟我說 你要這老婆是想幹嘛 因為有小孩嘛 想是 你跟我說 你這老公要幹嘛 所以我現在在想 我一個人過 可能都比這樣強 起碼我不用考慮 把錢給別人花 還花得莫名其妙 我的每一位血管 還花到那我都不知道 來來來來 我再問問你啊 你家裡哥幾個呀 三個 父母還在嗎 在 你家裡有善養義務嗎 就是你還得養爸媽吧 有 每年給錢嗎 你錢給 這兩年 因為那個經濟緊張 這兩年還沒給 你錢給 但是我結婚之後 我每次給大家錢 都不少錢 我再問你啊 你父母現在還打工嗎 沒有 我爸 我爸病危之後就在 我媽就把工作給辭了 前幾天我爸剛做的手術 我現在他們上不了班 其實我爸一直在找工作 想把他工作辭了 然後到處再找工作 等於你們現在 你家裡面的經濟來源 也斷了 是嗎 我爸有退休金 他還病危 你們還吃著他的退休金 過日子 我覺得 我做得很不好 之前接錢的時候 是想著工程款出來之後 日子就好過了 這轉實的 所以你會覺得 搖搖無期對不對 成了無底洞了 你能回答我三個問題嗎 能 你能保證你的每一分錢 都用在了該用的地方嗎 很挑戰 好 你能夠保證說 你現在在外面的欠款 和別人欠你的 所謂這筆三角債 如果清理之後 還有富裕嗎 如果清理 還有 第三個問題 你還想跟他們過嗎 還想 能努力為他們過嗎 能 好 我要問的大概就這麼多 現實一段婚姻擺在面前了 女生想逃 大家都可以理解 過得難 其實你要真跑早跑了 何必等到今天呢 所以我相信 這個男人和這段婚姻 總是有讓你留戀的地方 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婚姻應該何去何從呢 一起進入丘比特文卷 其實如果按照女方的這個表述來說 一個男人如此不負責任 不管我是否暈倒 我的死活 不管孩子是否受傷 孩子的腐蝕該怎麼辦 甚至把應該給我們家裡花的錢 給別人了 不知道原因 這是一個多不負責任的男人 多沒有家庭感的男人 生活是你自己的 你以為這樣的逃避 只會讓人更看不起你 尊嚴要靠自己去賺 不是銅板多少銀子多少 就代表我臉上有尊嚴 而是你懂不懂得去愛 去負責任 逃避是最可恥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所以希望你自己能夠覺醒 把自己從麻木的狀態中拔出來 去做個男人 我覺得現在面臨在你們面前的最大的問題 不是錢 女生來說只要有錢 其實我們還可以在一起 但恰恰 錢只是表象的東西 最大的問題就在於 你們兩個人在感情當中 都形同於行屍走肉 沒有對對方一點付出 對方在你眼裡 一個是欠我錢的 一個是管我要錢的 不就是這樣嗎 你為什麼不回來 你為什麼看著自己的老婆暈倒 孩子摔破了嘴 那麼無動於衷 簡直沒有絲毫的這種感情的因素在裡面 你只是把它當成一個債主 甚至於把它當成這個房間 給你住的地兒的一個業主而已 你就是一個過客 你對這個家裡有任何責任嗎 但凡有這麼一點責任心 怎麼可能一年給家裡不到兩萬塊錢 怎麼可能當自己的老婆孩子 在管你伸手要錢的時候 你居然說等有錢再說吧 太冷漠了 而女生呢 一開始在進入這段婚姻 甚至於在談戀愛的時候 就是毫無底線元素 你本身其實是自己是有不自信的 你覺得不能找太好的 閃婚 然後就發現這個人 原來根本就自己不了解 你們之間沒有任何感情 為什麼還要繼續下去 他僅僅是一個給你錢的人嗎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在說真話 在說假話 你不知道他欠了多少錢 借出了多少錢 你不知道他掙了多少錢 這是夫妻的狀態嗎 後來 問題不是在2016年才出現的 問題在一開始 你根本就沒有了解這個人 現在你也不了解 只能推到說沒有底線說 你給我錢我們就能繼續 不是錢的問題 即使你們現在面臨著 沒有錢負債 如果你們倆的心還是真正在一起 還是有感情的話 什麼困難都可以解決 什麼樣的付出都願意去做 但是目前為止 你們不願意做任何的事情 甚至是說 我欠別人 別人欠我的錢 我去就管別人借錢 老人的錢我可以借了 親戚錢可以借了 現在老人扛不住了 你們真正有生活的一起的 面對困難的態度嗎 從這個角色上來說 你們倆是同類人 有一個真正能出去去掙錢 能扛起這個家庭的 重担的這個人嗎 沒有 索性把包袱去掉 把帳禮清楚了 看是怎麼樣的生活 別的不問也問問孩子 我倒建議你們 儘快地做一個明確的 一個債務關係 明確的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 生活的一個方向 可以暫時分開 你不用靠他 你可能也有錢 你一定會來錢 因為你還是有能力的人 至少他這方面 我說不上信任了 而且有沒有能力不知道 相反可能自己要獨立 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 可能會拼出一條血路 就這樣 好 謝謝 謝謝曲總 來 陀老師 有一句話的前半部分 特別像你們的生活 命運是把破散 生活是狂風咒雨 但愛是不丁 不得不承認你們之間是沒有感情基礎的 但有很多沒有感情基礎的人在一起過了一輩子 因為他們足夠安分 對家有責任感 家是甚麼 有的時候未必是說是一所房子 搖籃的周圍都是家 就是有孩子的地方 就是家 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你不愛他 雖然你滿嘴是錢 但你對孩子是有愛的 對家是有愛的 但是這個男人 你對他沒有愛的 我可以理解 因為你們沒有感情基礎 但是你對孩子也是沒有愛的 如果你對孩子有愛 遠都不說 就說孩子在身邊滿嘴是血 你就那麼不細緻 你當時的解釋說 我當時沒注意 等他抱到他手上去的時候 才發現他嘴裡有血 他不過是從一個40公分高的電視櫃上掉下來而已 你是疏忽的 孩子在那拍玻璃 你說我就在他身邊 不太可能發生危險的事情 你說的是一種客觀的現狀 但為人父母的總是會有額外的擔心 這是本能 再說遠的 即便他不吃他不喝 那個孩子是你的孩子吧 他也能不吃不喝嗎 對不對 所以我嘗試著用各種想法來解釋你的行為 我說這個人可能有點遲鈍 但即便是再後知後覺的男人 當孩子真的摔在地上的時候 你後知後覺的同時 你也會後悔自己為什麼這麼遲鈍 後來我又在想 這個男人可能是因為自卑 就像你所說的不敢回家 但是對於孩子呢 跟自卑是無關的 有幾毛錢掏幾毛錢 有多少時間就付出多少時間 後來我所得出的答案是 其實你對於這個家 是沒有太多感覺的 更別說對這個家有多少責任 所以我只能說 你們之間的婚姻的確是一個錯誤 你不是沒有問題的 你也是有問題的 你最大的嚴重的問題就在於 你本來只是想跟一個人過日子 但後來你又希望兩個人一起做生意 當不能得出回報的之後 其實你並沒有做出生活的調整 而是一昧地逼一個無能的人 去做一件他不能夠力所能及的事情 其結果只有每況愈下 我跟曲偉的觀點幾乎雷同 我建議你們之間是分手的 雖然有孩子的存在 你無法改變這個現狀 而且此時你們拖累的還有老人 這個家庭當中 除了剩下債務 沒有別的點什麼 如果現在孩子上幼兒園 你能夠單身的帶著他 我覺得這個孩子或許還能夠有 生活質量相對於較高的這種生活 你還是做你的單身漢也好 如果說說你沒有愛的能力 至少你應該有愛的行動 愛的行動我們也沒看見 上天給了你一張看似老實的臉 但是其實你並沒有對家庭虔誠的信 就這樣 我在想 也許他們還有愛 其實有沒有愛不重要 而是這樣一個家庭 未來怎麼辦 孩子怎麼辦 到底是分了更好 還是合著更好 如何共渡難關 對這個家庭來說是最重要的 那要你們自己去選擇 我認為在今天你想發大財難 但是你說我有一把子力氣 我把家人餓死了 我讓我自己餓死 那是懶蛋 非要做工程啊 會開車吧 開磚車去呀 非要做工程啊 有手藝嗎 以前肯定也是有手藝的呀 我看做一手藝人 比做一小老闆好啊 你只要對這個家還有愛 我就是那句話 錢都不是問題 因為這個社會給你們提供了太多的機會 而我們有時候恰恰就是這樣 我們太容易否定 輕易否定我們身邊的一個人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就是眼前的成功或者失敗 其實沒有人願意靜下心來去想一想 這到底是這個人的成功 還是一個行業的成功 這到底是一個人能力的失敗 還是命運跟他開了個玩笑 你想清楚 你覺得天天這樣跟他吵有用嗎 即使你跟他離婚了 你會怎麼跟你的女兒說 他的父親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所以我請你冷靜思考 你也一樣 先把 債務關係跟人家履順了 聽明白了嗎 最後你們自己去考慮 你們的婚姻應該何去何從 那是你們人生的選擇 我們一起進入那幾天 和古方紅糖真情60秒 你先說吧 反正你考慮考慮吧 我 我保證以後 還是掙錢 好好掙錢 保證錢不浪花 你每次都只是嘴上說 實際行動並不是 所以我不知道 正因為我不知道 將來孩子怎麼辦 所以我才會矛盾拖到現在 如果是我一個人的話 我肯定永遠把這些錢都不要了 我怕我經歷走 我都不至於這樣 就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他以後 所以我才糾結 我才會想著讓大家幫我分析一下 你沒有一個態度 你從頭到尾你都在說你自己 但是你最正的錢花到哪裡了 你沒有花到錢 你也沒有一句話 你從來沒有過過我們兩個 你只要以後不愁 你還會想著 這個蹄哭不是你們的孩子吧 是嗎 好了好了 不用回來 你們自己進到你們該進的門裏 去商量 來編導我們把門關上啊 讓他們先哄哄孩子 來 橫工老師把門關上啊 來請關門 孩子哭的時候其實挺揪心的 這個家庭的未來 其实不落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的老师给大家提供的意见 是不同的思考的层面 最后的主意要你来拿 不是不负责任 而是你最了解这个人 他能不能改 他会不会变 你愿不愿意给这样一个信心去变 那是你自己才能做的角度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我知道 很多的观众还是要看结果的吗 请开门 来 说点什么 想对他说 对不起他 反正我以后就好 好好工作 把人家的钱还给人家 记住了吗 女儿是你的 还得付抚养费 听见了吗 也付 行 你好好努力 怎么又回来了 你还想跟他在一起啊 是你的本意吗 他刚刚说了 我回去给他一点时间 如果继续这样子 我就会坚决立会 好好好 咱们今天不做定论啊 我还是那段话 今天我们不做定论 好不好 这样吧 我给一个折中的建议啊 万一你离婚了吧 我这戒指送的 我有点不老人 我也不是冲戒指来的 我相信是 你也是是吧 给他一段时间 让他改 好不好 只要是有孩子呢 我们把孩子也放在一旁 就说你们俩自己的事 回去之后 你们夫妻好好地聊一聊 你把账给人报清楚 可以吗 可以 可以报清楚啊 可以 能报清楚是吧 能报清楚 报清楚之后 给他半年的观察期 如果不行 坚决跟他理 好吧 如果这半年还行 说这人还可以 再带他来 我们给你们补一个环节 把礼物送给你们 把祝福送给你们 可以吗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 我们就让他们这样的话 生活是不是太草率了 咱们先打一个结 好不好 来个逗好 好吗 行 你们俩回去看孩子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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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走 还一起呢 所以从这种细节 你就可以看出来 说原谅很容易 真的能改起来 却太难了 有些观众非常气愤 不要气愤 这就是生活 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 通过今天的节目 真的有所改变 我们会兑现我们的承诺 只要你们能兑现 你们的承诺 真的进行不下去了 带着孩子来 我们帮你征婚 真的还想好好的 在一起过 我们帮你补足 这个浪漫的仪式 好了 接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当中 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她前女友是我闺蜜 她俩分手后 我俩在一起承受了不少压力 一开始她很难我当回事 后来她对我越来越冷淡 我没有故意冷淡 她总觉得对我足够好了 但她对我的好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她只是感动了自己 跟她在一起后 我把精力都放在她身上了 可从没见她珍惜过 还不拿我当回事 现在还要我 时时刻刻陪着她 最近我竟然发现 她私下和我闺蜜 还有联系 真的伤透我了 我不像她想的那样 其实我挺珍惜她的 她对我特别重要 只有她能在 我最需要的时候 给我陪伴和安全感 我不能失去她 我自己是为你伤害 我今天是想来跟她分手了 我不想分手 你的闺蜜是她的前女友 对 那你怎么成了她的现女友的呢 之前吧 我俩是高中同学 都是一个班的 还有我闺蜜 我们三个当时玩得特别好 三个人 她俩慢慢就有感情了 就成一对了 但是她俩虽然成了 我们三个也没有说 就是因为这件事 她们就是抛开我 就觉得我在旁边尴尬这种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要好 后来上大学了 特别巧 我跟她竟然考到了同一所大学 都学的是化学专业的嘛 闺蜜她就是考到另外一所大学了 学的是金融专业的 然后当时刚上大学 我闺蜜就是形象也挺好的嘛 就有人追她了 然后她就是慢慢跟她就冷落了 然后就把她就给甩了当时 然后当时她特别特别伤心那段时间 你抚慰了她 对 她一直安慰我 就像我生命中的救命道歉一样 每当我崩溃的时候 她就是一把把我拉过来 我俩就是经常一起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 事情多了就可以就是分散经历嘛 然后结果我俩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慢慢的就是接触时间多了 她对我的感情就产生了一些变化 我也能感觉到 其实当时我真的就是挺介意我们这种关系的 因为你想我当时跟我闺蜜也挺好的 然后当然她俩是恋人关系 我真的不想因为就是现在这种关系的变化 跟我闺蜜闹白 我其实挺看重我闺蜜这种感情的 跟她保持一定距离 但她当时就是跟我表白了 刚开始没有同意嘛 后来她就是真的对我越来越好了 然后就是不管是送礼物啊 惊喜啊 就特别总能就打动我 我之前没有谈过恋爱嘛 就是被她感动了 然后就跟她在一起了 这不是挺好吗 我闺蜜知道了我俩在一起的事吧 质问我 问我说 你俩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 你是不是就是 之前就对她有意思了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勾引她 然后俩才成的呀 然后当时我跟我闺蜜解释过了 我说我们是后来就是上大学了 才发现彼此就是接触多了 才发现挺合适才在一起的 然后闺蜜根本就不信 我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我当时真的就是挺难过的 不是你闺蜜甩的她吗 是啊 但是她误会我呀 就是不在意我们 就是她不要的你也不能要是吧 就是她怀疑我是 之前就跟她有过什么了 我俩就因为这事闹掰了 那我选择她了 我当时就是说 我跟我闺蜜已经闹掰了 你作为我男朋友了现在 是不是应该站在我这边 就是以后也不跟她联系了 可是最近你知道吗 主持人她竟然还跟我闺蜜 还联系 我感觉分手了 没必要不能成为朋友 你动动脑子吧 他们俩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感觉 他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和我前女儿 也不可能相应 她跟你前女儿有什么关系啊 闺蜜吗 对啊 因为你都闹掰了 你还在帮她 那她有事找到我了 我感觉我能 就当普通朋友的话 帮了 帮了 而且帮了她还没有跟我说 被我发现 她给她发微信 问她说 帮我的那个忙 现在名额怎么样了 够了吗 被我发现了 我问她 她才就是跟我说的 那我要是告诉她的话 这事我感觉 她肯定会往心里去 你知道她往心里去 你还做啊 因为我感觉就是 我现在帮她了 那等以后 我俩要是有什么事 她肯定得会帮我们呢 然后真的 她不光是因为这件事 她还时时刻刻就是要求我 就是必须陪在她身边 不能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就那次 我们现在已经大四了嘛 然后面临实习了 我们都是学化学的嘛 就在化工厂实习 当时实习一个月 就可以拿到实习证明 可以回来了 但是我又觉得 这种实习机会挺难得的 我想多在那待一下 我把实习证明给她了 让她回来帮我转交 她当时就是拿实习证明 她竟然要挟我 我说 你如果不立马回来陪我 我就把实习证明 就不给你交了 我不是因为 受上一段感情的影响吗 就我俩之前 不就是因为异地分给她吗 你怕她也跑了 对 因为她在我生命里 已经占有很大的一个部分了 我感觉我不能再没有她 她说让我回来陪她 她对我好爱情啊 就是那次嘛 她说她手机没有电了 要送充电宝 我当时是有课的 然后我当时是要上专业课 老师点名也挺 就是要扣夫人那种 就不想给她送 然后她当时就是 不送就生气啊 又急用啊什么的 然后我当时就想 那我就去给她送吧 结果我当时给她送完了之后 她没在 然后我就给她同学了 在我转身的要走的时候 你知道她同学说什么吗 当时她同学说 这是那个谁谁女朋友啊 她竟然还有女朋友呢 主持人你说我心里什么感觉 我俩相处一年多了 她从来没有跟同学提过 她是有女朋友的人吗 难道你对外宣称是你单身吗 你拿我当什么呀 你还拿我当你女朋友吗 咱俩在一起 我感觉没必要 让全世界都只有咱俩在一起 毕竟我身边的人 还有我对那些 室友什么知道就行呗 不敢说 这根本就是在给别人留机会嘛 宣称她单身 不就想给别人留机会嘛 而且我平时对你多好你不知道 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就是我一到换季的时候啊 我脸就爱起痘痘嘛 因为女孩对护肤方面 都比较了解嘛 我就问她了 我说就是脸起痘痘怎么整啊 然后她给我买了一个宁酒 当天晚上我擦完之后 没什么感觉 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 我就感觉整个脸就特别痒 然后我照镜子一看 全脸 满脸全是痘痘 有种过敏的感觉 就是我当时可怕中什么程度了 就是不能说脸上长痘痘 就完全是痘痘上 长了一张脸那种感觉 主持人 你说她当时 只是脸上长痘痘是吧 至于手都不能干了吗 她就是以这件事要求 就是说要求我就去照顾她 帮她洗衣服什么的 当我帮你洗衣服 你还找我的事啊 我有一件就是防晒服嘛 白色的 那衣服挺贵的呢 然后那衣服不能用机器 只能用手戳嘛 而且还不能戳大劲的 然后她把我那个衣服 就是和别的衣服 一起放洗衣机里 洗得皱皱巴巴的 还洗缩水了 就完全穿不了她 她当时那个衣服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全都给她收洗 我是学生我得上课吧 你现在都这么大了 你是不是可以自己洗啊 然后我帮她洗了 她就是还因为一件衣服的事 总埋怨我 那我平时对你多用心呢 但是主持人 你说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没有感情经历吧 我对她已经够用心的了 然后就是不管我做什么 她都一直在挑剔我 她过生日嘛 然后我当时就想的是 第一次她过生日 我想给她准备得好一点嘛 就看她爱打篮球穿的球鞋 就是她前女友送给她的 你知道那种心情 就是心里挺不得劲的 不太知道 然后我就想 我就给她买一双 好一点的球鞋嘛 让她就一直穿着我送的嘛 限量版的球鞋真挺贵的 我是又没有什么 就是太多的钱去给她买 然后我就去打工了我当时 白天发传单 晚上我还要去坐家教 就这样我回到寝室 每天就特别累 就躺在床上 就不想说一句话 这样持续了半个多月吧 我就攒够了买鞋的钱 我就给她买了一双鞋 你说我这么用心地对她 她是不是应该 很开心地穿这双鞋 但我从来都没有见她穿过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那鞋 颜色还有款式什么的 我都特别不喜欢 那你也不至于说 我以为你抱着睡觉 不至于说 原来你不喜欢呀 就是鞋合不合适 只有自己脚才知道嘛 是吧 她竟然把它卖给她室友了 当时 对 我在食堂发现了 卖给她室友了 对 钱呢 钱我留着 我俩一起准备出去吃饭 旅游什么 你会过 因为我不喜欢这双鞋嘛 我把这双鞋退回去 也特别麻烦 然后我要跟她说呢 她也肯定特别心寒嘛 然后那天我就在启示说 我说这些颜色什么的 我都特别不喜欢 然后室友就说她喜欢 她说要买 那我都说这话了 她说买 我不卖的多不好啊 后来我俩一商量 然后就卖给她了 你是加价了呀 还是打折了 比原价能少点 你说我当时 我那么辛苦 然后就是为了给你个惊喜 反而你拿我对你的真心 这么惊喜不当回事 而且之前是你说的呀 我对你没有惊喜 然后想让我学习 我当时是不是学习了 而且我多么辛苦 不是 像谁学习 像她前女友学习 好 像闺蜜学习 对 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她是当时嘛 她是过生日嘛 第一次嘛 然后她就嫌我准备得不好 我当时挺用心的 我没有经验 不会呀 然后我当时就给她 订了个饭店 然后还有个蛋糕 本来想的就是咱俩 能开开心心地 过一个生日嘛 没想到她当时来的时候 没有点惊喜的感觉 反正就是连个笑脸 你过生日她怎么用心呢 她就是送花啊 然后送礼物 准备小惊喜啊 可是当时嘛 就是我没谈过脸 我就觉得这已经很浪漫了呀 我就挺满意的 我跟她那次过生日 就感觉跟一帮哥们 在一起喝酒过生日一样 我完全感觉她还没有 我妈给我准备得好 所以你现在要分手是吧 对 她就后来就一直拿钱 就跟我比 让我学嘛 然后我就后来就学了嘛 学了还不满意呢 你说你是我男朋友吗 我对你这么用心 我感觉她就是 好像把我当成一个玩伴 就是不但不关心我的事 而且就是我对她 再怎么上心 她刚开始是挺好的 把我追到手之后 她就是对我那么地冷淡 而且我遇到问题 她从来就不会帮我解决 全都是数落我 好 还总提她前女友 主要是 最主要的是 她竟然背着我 跟前女友联系 我因为你都已经白了 还联系 好 总结得非常好 我就不总结了啊 咱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 听起来整个 你们相处的过程 就好像你在很困难的时候 情感受伤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 抚慰的港湾 然后她给了你这样一份 安全细腻的感受 因为你知道她很在乎你 她会满足你 几乎所有在情感中 需要的安全感 但是 你呢 能给她什么 是对等的情感吗 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给了她 她所需要的一切吗 而且你也是一再强调说 我没有谈过恋爱啊 我是第一次啊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 但每一个人第一次 也不一定就会 在爱情当中处于这么 下风的状态 所以我相信你心中 对她还是有一种 当年你们三个在一起 但是她选择了那个女孩 你心里隐隐地不服气的 为什么你会选择她 明明我是更好的 更值得你爱的 所以可能在这种小小的 潜意识的驱动下 当她真的向你表白的时候 你居然就接受了 所以从最初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那么单纯的 仅仅是因为喜欢她 你会觉得 在三个人的相处过程中 我在这份情感上 是胜利了 所以你才会有 接下来和闺蜜 彻底掰面 不相处的这一幕 所以从这段感情一开始 也许就不是那么的 完全由于 你喜欢她 她喜欢你 掺杂了很多 其他的情感 其他的状态 而我认为你们两个 还都算是善良的 也是珍惜感情的 就要问问自己 到底有多喜欢这个男生 到底有多在乎这个女孩 自己考虑吧 好吗 谢谢袁老师 来 曲总 为什么在她和前女友 分手之后 你会这么对她关怀呢 因为当时 就是因为是朋友什么的 当时我们高中时候 我们三个之前 他俩没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很好了 然后我们就是经常在一起啊 什么的也挺有 就朋友很好嘛 再加上上大学之后 他就是身边也没有什么刚去嘛 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作为高中这么好的同学 再加上现在我们两个 是一个学校的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 没有其他人 就是可以出来安慰他了嘛 我就想安慰他一下 当你们的感情 发生质变的时候 或者说是变质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过 他的前女友 也就是你的闺蜜的感受 我考虑过呀 当时我不是很顾虑嘛 然后我没有想跟他在一起 后来他对我 就是越来越好了嘛 我就是感觉他也挺好的 就慢慢接受他了 其实感情这个东西很复杂 有时候当你可能突然发现 自己可能面对的是 跟以前不同的感受的时候 其实你是说不清楚说 这种感受在以前有没有过 这个男人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 那个朋友了 他已经是你的情侣的时候 你对他是否真的有信心说 他是喜欢上我这个人 而不是因为他和前女友分手 他急需一个安抚他 安慰他 陪伴他的那个朋友 这个你一定要辨别清楚 如果说你真是好到说 可以跟他的前女友相提并论的话 其实是假象 因为他在曾经 你们俩相提并论的时候 他选择了前女友 甭管他和他之间 有没有实际的暧昧情分 但是实际 他的行动也说明 他的内心是偏向了谁 男生 你心里既没放下前女友 其实你也没有完全放下他 梁哲你都喜欢 但是不好意思 不可能有那么美的事 所以你要做出一个清醒的决定 恋爱当中没有太多技巧 只要真心付出 对方能够接受到 并且感知 那不是一个球鞋 那是你的情意 通过你的劳动换来的情意 时间汗水 不是钱的事 打折 卖给了别人 不珍惜呀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邱老师 来 图老师 男人长情而多情 女人痴情而绝情 如果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前任女友 尤其是甩了自己的前任女友 有求必应的时候 两种可能 要么心中有愧 要么心中有爱 肯定不是友谊 你是属于心中有愧呀 还是属于心中有爱呀 也没有爱了 没有爱 为什么那么有求必应呢 每个人尊重自己的过程 就是尊重自己曾经受到过的羞辱和伤害 你没有自尊啊 别人伤害了你 还一笑而过 你还有求必应啊 对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 你对他的原谅 一次是痴情 两次是善良 第三次就是犯戒 你属于哪一种啊 而对于那些爱着我们的人的伤害 一次是无意 两次是冷漠 第三次就是无耻 你是哪一种啊 我希望你还是第二种 冷漠 你喜不喜欢他 跟他是不是个好女人 这是两回事 你知道他是个好女人 在你冷漠的时候 孤独的时候 给了你安慰 这和你喜不喜欢他是两回事 天底下那么多好女人 你都喜欢吗 每个人都适合做你的爱人吗 不是的 你前女友给你买一双限量版球鞋 你会卖给别人 你说实话 我不喜欢的话 你不喜欢你也会卖是吧 应该是 那你说明你两个都不爱 因为礼物不是用来实用的 那是一份情意 那是可以卖的吗 那我再问你一点 你妈给你织的一件毛衣 你不喜欢你会卖人吗 不会 那不就是了 为什么不会卖给别人呢 因为那是一份沉甸甸的爱吗 她给你买那双限量版球鞋 她是出去发传单换来的 那些辛勤的汗水 可以用金钱来等粮吗 可以吗 所以你还好意思说你爱她吗 争辩有什么意义呢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尊重对方 尊重爱情的男人 就是直面自己 不爱就放手 就好自为之 你何必呢 女生 她跟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是一电灯泡 她跟前女友分手之后 你是个替代品 现在 你依然是一个旁观者而已 你看清楚了 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 你为什么还要插一杠子呢 说得好听 你是在抚慰她 在她伤痛的时候 给她一些慰藉 说难听一点 你是给一个刚刚分手 头脑还不清楚的男人 你趁火打劫而已 结果 你也害了自己 一个跟你的闺蜜 刚刚分手不久的男人 能够跟你表白 这需要多大的心理建设 所以你当时就应该非常清楚 你是因为替代品而转正 还是因为她在两个女人当中 真正的选择了你 我不相信你不清楚 你甚至自己也怀疑过 她是不是真爱自己 你甚至也怀疑过自己 是不是一个替代品 你甚至自己也把自己 和她的前女友 也就是你的闺蜜 放在一起比较过 你不是没有这样做过 对吧 但最后你选择了 自欺欺人的相信 她真的爱上了我 所以才沦落到了今天 这样一个地步 但是任何人都有错 你的判断失误 和那种本能的自欺欺人 可能谁都会有 但是时至今日 你应该看得清清楚楚 其实你的闺蜜 也就是其他的前女友 他们俩之间到底好不好 跟你没什么关系 只是他的前女友 像一面镜子一样 照出了你在这个男人 心目当中真正的位置 不要纠缠了 可以做一个好女人 但不要做一个错的爱人 就这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发红堂》 真情60秒 我感觉在我心里 也一直是挺爱她的 从一开始到现在 反正每当就是 我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她总是第一时间 过来安慰我 无论是前一段感情 还是怎么样 就是她尽可能地 满足我所有的要求 可能是我以前的要求 也是太苛刻了一些 但是我以后 绝对不会再这样 我觉得你之前 对我是挺好的 但我也挺喜欢你的后来 然后我对你那么地好 你竟然就对我的事 从来就不上心 而且对我 就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意过 你也从来没有公开过 咱俩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我真的就是 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 个有男朋友的人 我真的就是感觉我可能 是你的一个玩伴嘛 我真的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 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白说了 回吧 两位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我感觉我俩今天能来到这儿 我以为他会更为我和好 其实他对我确实是挺重要的 你刚才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鞋合不合脚自己知道 别骗了自己 好吗小伙子 请回吧 谢谢你 请回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 一辈师爱情保鲜剂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 护肤领先品牌要保湿 一辈师一辈师防晒双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辈师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辈师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 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